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3月4日,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为什么会有灭共的冷战,冷战前夕美国驻苏外交官发出的秘密长电报解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第三部分,这种观点在官方层面政策中的实际反映现在。 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纲领的性质和背景,我们从它的实际措施中可以指望些什么呢? 苏联的政策在两个层面上被执行着 1.以苏联政府的名义采取的行动,是代表官方层面的 2.苏联政府不承担责任的代理机构所采取的行动,是地下层面的 在这两个层面上所发布的政策,都是为第一部分所列举的从第一点到第四点的基本政策服务的 在不同层面上采取的行动相应地也不相同,但在目的上,时间的掌握上,以及效果上都是紧密配合的 官方层面上我们必须注意下面几项 1.以一切方式致力于提高苏维埃国家的实力和威望的对内政策 2.大规模军事工业化,最大限度的发展武装力量,为使外界获得深刻印象而大肆进行的力量展示 3.继续对内部事务进行保密,以掩饰弱点蒙蔽对手 2.在一切认为事实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 目前,这种努力仅限于某些邻近地区,如伊朗北部,土耳其,也许还有郭恩和尔姆 在这些地方做出努力据认为是出于紧迫的战略需要 但是,一旦暗藏的苏联政治力量扩张到新的地区 其他地点随时都可能发生问题,因此俄国也许会要求友好的波斯政府给他一个波斯湾上的港口 如果西班牙落入共地指服产警号党控制 在直布罗陀海峡建立苏联基地的问题可能就会出现 不过,这些要求只有在地下层面进行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才会在官方层面出现 三,俄国人将在他们认为有扩张苏联势力或削弱别国权力的机会的时候正式加入国际组织 莫斯科并不把联合国组织看作是根据各国共同利益和目的而建立的持久稳定的世界组织 而是把它看作有利于苏联追求上述目标的一个舞台 只要联合国组织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就会留在联合国内 如果他们认为联合国会使他们难堪或会挫败他们扩大权力的目的 如果发现他们的目的通过别的方式更有成功的希望 他们将毫不迟一地抛弃联合国 不过这将意味着他们自以为已强大到可以利用退出联合国来破坏其他国家的团结 使联合国不能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并采取更有效的斗争武器来取代联合国 因此苏联对联合国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对联合国的忠诚 取决于他们在联合国内捍卫和平和充满希望的国际生活时的活力 决心和团结程度 这个组织代表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我再说一遍 莫斯科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去致力于联合国的理想 他们对这个组织的态度基本上依旧是实用主义的和策略性的 四、苏联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或附属国人民的政策 甚至在官方层面也是以削弱西方发达国家的权力和影响 削弱他们之间的联系为目标的 其理论是 只要这项政策能取得成功 就会产生有利于供地指服产景浩党和苏联渗透的真空 因此按照我的看法 苏联力争参加托管安排 与其说是为了给苏联权力的发挥提供重大的渠道 无名说是扰乱和抑制西方在这些地区的影响 为自己权力的发挥提供渠道的愿望也不是没有 但在这方面 苏联人更倾向于依赖其他渠道 而不是官方托管 因此 我们预计可以看到苏联人到处请求参加托管或其他类似安排 以此方法去削弱西方在那些民族中间的影响 五 在那些很有可能反对西方权力中心的国家里 俄国人将努力争取派助代表 并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官方联系 这适用于德国阿根廷中东等等这样一些相距遥远的国家 六 在国际经济问题上 苏联的主导政策将是为苏联及其支配的皮联地区谋求自给自足 不过 这将是潜藏的政策 官方层面的政策 还不盛名了 在主要的对外贸易方面 苏联政府自停战以来异常谨慎 如果有可能得到大规模的长期信贷 我相信苏联政府可能最终会像他在20世纪30年代做过的那样 只会口头上承认有必要进行普遍的国际经济交流 相反 我认为苏联的对外贸易可能大部分限制在他自己的安全领域之内 包括德国占领区 而以冷眼看待各国间实行普遍经济合作的原则 7.对于文化合作 苏联同样将只会口头上承认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必要性 但在实践中绝不会对此做出任何可能削弱苏联各民族安全的解释 8.苏联政策在这方面的实际表现将只限于一些枯燥无味的方面 例如有人紧密陪伴的正式访问 大型聚会 以及喝过量的福特加和发表冗长的讲话等没有实际意义的事 8.除此以外 苏联同各个外国政府的官方关系 将采取可以称之为正确的路线 极力强调苏联及其代表的威望 谨小慎为地主义国际礼仪 而这和有礼貌完全不是一回事 图1989年 国陵墙倒塌0.1991年华约组织解散 苏联解体 冷战时代结束 第四部分 在非官方层面的体现下面是我们能够从基本的苏联政策在非官方层面 或者地下层面执行时可以指望些什么 在这个层面上苏联政府不承认存有责任在这个层面上可资利用已执行政策的代理机构是 一 其他国家中共地址服产警号党的内部核心 虽然这一类中的许多人可能还有其他不相关的公共职务 他们实际上作为世界共地址服产警号主义的地下代理人紧密合作 莫斯科牢牢地对这一隐秘的共地址服产警号国下划线 即进行协调和指导 这类人实际上是在地下层面工作的 和政党的合法性没什么关系 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二 共地址服产警号党的普通党员 需要注意这些人与第一段中的那些人之间的区别 在最近的岁月里这种差别变得越来越尖锐 之前的外国共地址服产警号党是一种合法和地下活动相混合的奇特组合 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着往往还不那么便利 如今阴谋部分已经高度集中于内部核心圈子且不加公开 普通党员已经不被告知事情的真相 他们确实在各个国家中强烈的支持某种政治倾向 和外国并没有什么秘密性的联系 只有在那些共地址服产警号党员数量足够多的国家里 他们才会出现并集体行动 通常他们习惯于圣人影响或主导 那些看起来不那么像苏联政府工具的组织 通过这些组织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实现他们的目标 3.各种各样的这类渗透可资影响或主导的国家社团和实体 这包括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种族团体、宗教团体、社会组织、文化团体、开明杂志、出版社等等 4.通过对这些国家社团加以影响可以同样渗透的国际组织 这其中工会、青年团和妇女组织尤为重要 他们与国际劳工运动的联系被视为至关重要 莫斯科认为这种联系可以在世界事物中削弱西方政府的作用 也可以以此建立其一种 迫使这些政府采取有利于苏联利益行动 破坏那些不利于其行动的国际游说团体 5.俄国东正教及其国外分支以及借此可以利用的普通东正教 6.以苏联境内种族团体为基础的泛斯拉夫和其他运动 例如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库曼等等 7.那些某种程度上支持苏联目标的政府或统治集团 例如目前的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政府、北波斯政权、中国共地指服产警号党等等 这些政权的宣传机器 甚至实际政策都可以被苏联牢牢掌控 这些分布广泛的组织将根据他们自身的实际情况被加以利用 以达成以下目的 1.破坏西方主要强国的政治和战略潜力 他们将在这些国家扰乱国民自信 破坏国防措施 增加社会和工业动荡 激起各种形式的分裂 他们将激起那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种族上心怀不满的人 以暴力或毁灭其他社会元素的方法 而不是通过协调和妥协来获得补偿 穷人将与富人相对立 黑人对抗白人 青年人对抗老年人 新来者对抗定居居民等等 2.他们在非官方层面上将尤其采用暴力手段削弱 西方强国对于殖民地落后国家以及依附民族的权力和影响 在这个层面他们可以不择手段 西方殖民机构的错误和弱点将被无情地揭露和利用 西方国家的自由观点将被动员起来 削弱殖民政策 依附民族之间的憎恨将被激发起来 虽然他们鼓励这些依附民族摆脱西方强国寻求独立 然而当这种独立取得的时候 苏联主导的傀儡政治机器就开始做好准备以接管这些殖民地的国内政权 3.苏联将迫使那些阻碍其目标实现的个别政府垮台 这将包括那些直接反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政府 土耳其、伊朗 拒绝供地纸服产景号党渗透其国土的政府 瑞士、葡萄牙 或者在对供地纸服产景号党获得主导地位影响重大的道德因素中 与之竞争激烈的政府 例如英国工党政府 有时一个政府中会同时出现上述两种情况 那么供地纸服产景号党的反对将尤为强烈和粗暴 4.外国中的供地纸服产景号党一般会摧毁一切形式的个人独立 包括经济、政治或者道德上的独立 他们的体系只能容忍那些完全依附于更高权力的人 因此那些经济上独立的人将被驱逐 例如商人、有产者、成功的农民和工匠 以及所有有着地方权力和威望的人 例如受到欢迎的地方神职人员或者政治人物 甚至在苏联 地方官员也被不停的调动以防止他们 5.他们将利用一切手段离间西方主要强国 他们将在美国人当中宣传反英言论 在英国人中宣传反美言论 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欧洲大陆人将被缩使憎恨英美权力 他们将在存有疑虑的地方煽风点火 在不存在这些疑虑的地方制造事端 他们将不遗余力地破坏那些有可能团结其他国家 而将俄国排除在外的行动 因此所有那些不易于被供地指服禅景号主义渗透的国际组织 无论是天主教团体还是皇室和贵族的国际友谊 都将遭到猛烈的攻击 6.一般来说 苏联所有非官方的国际行为都将是负面和破坏性的 致力于破坏他无法控制的力量源泉 这知会和基本的苏联本能相吻合 这就是和敌对强国之间没有妥协可言 只有在供地指服禅景号主义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 才能着手毁灭对手 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僵势渗透和掌控外国政府内 尤其是警察组织关键职位的持续的永不停止的要求 苏联政权是最为突出的警察政权 它滋生于沙皇警察阴谋灰暗的半个世界之中 惯于警察力量的思维方式 评估苏联动机的时候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 第五部分从美国政策的角度做出的实际推论 再续 支持我们 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纪市家赞助播出 订餐电话510-465-1888